那一頂 光那一頂假髮應該就有快一公斤吧 那戴上去 然後每天黏死 我每天黏超過12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一直記得我每天在卸妝的時候 我脫掉假髮真的是 平時會我裡面就是完全是不用化妝 然後頭髮 我為這個細微 我這個頭髮一下子就剪到耳下 那應該是我有史以來 好幸運 給我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心如 然後我在《迷世安迪》裡面 飾演的角色叫蘇和 他是一個越南籍的非法移工 然後一直留在馬來西亞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李李仁 我在《迷世安迪》裡面飾演的人就是安迪 然後安迪他是一位變性語言 然後他 但是他又很特別 他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小孩 可是他又想要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就是做回自己 所以在這中間發生了很多 很掙扎 很多像命運挑戰的一些故事 我這個人就是很喜歡挑戰一些我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那因為電視劇做了幾部了 然後電影沒有嘗試過監製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當初想要做電影的時候 我們就不停的在找題材 然後跟另外一個製作人來聊東西 然後他也找了我很相熟的編劇 找了幾個題材來給他看 然後我們大家來決定說做什麼樣子的題材 那我自己比較不喜歡那種很正常的 比如說是愛情片啊 或者是一些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特別的東西 那那時候看到Andy這樣子的一個大綱的時候 我覺得很吸引我 我覺得他很特別 然後還有現在就是LGBTQ的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是滿值得關注的 我覺得心如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你要知道演員如果從一演 然後又要再做到幕後 其實幕後是一般演員都不會想去碰的事情 因為幕後真的很吃力不討好 因為大家看不到你 可是你要決定所有的成敗 其實是在幕後 那他願意不只是出心力 還願意出錢來在這個電影產業 在台灣的電視跟電影產業 我覺得這種精神是 是我願意去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一個關鍵處 對 感恩 多壞 我沒有語下那麼大 我不會概念地找到你 安靜是奶哥還是女哥 你很好笑 講越南話真的不是很容易 因為我們抓不到他的那個那個 他很饒口 對 然後你又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不可能像我們說從不不不不 或者是ABC這種開始學期 我必須要很快速的就是死背 羅馬拼音我覺得也講得不夠準 就羅馬拼音加上助音 但我覺得再更難了還有就是那個 講越南腔的普通話 對 馬來西亞 越南腔駐在馬來西亞的普通話 那時候我們在對戲的時候 然後臉跟我說 這樣聽一聽很像外星人 我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一直在抓 很重 很重 不知道怎麼搞 我說很像外星人 我這樣 喔 已經不會講了 我想要找的是一個有家庭 有小孩的一個男性的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要自己有家庭有小孩 在對於這個角色他才能感同身受 因為Andy是他所有的事情 都做完了 然後他的太太過世之後 他才決定要做自己 要去變性 但他的小孩還在 所以他對於小孩 那個父親對小孩的那一種關愛 那種愛是不會變的 我覺得有沒有結婚來做這件 有沒有結婚的演員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李仁哥是很多面 多面向的 我覺得他可以挑戰 像Andy這樣子的角色 我是李李仁 今天第一天做了很多事情 很難忘 然後開了很難開的車 也算是第一天正是在螢光幕前面 看到自己的Andy 還蠻特別 蠻興奮的 我每天一早要 要去軟化鬍根 然後除毛 然後穿上胸罩 穿上絲襪 畫個妝 其實我覺得當女人真的不容易 你會不會一扳上之後 你就融入 我會很享受 我剛開始在化妝前 我都很排斥 尤其是假髮 因為假髮 在馬來西亞其實是沒有冬天的 然後我又是長的假髮 那一頂 光那一頂假髮 應該就有快一公斤吧 那戴上去 然後每天黏死 我每天黏超過12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一直記得 我每天在卸妝的時候 我脫掉假髮 真的是我每天最高潮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馬來西亞 我整個頭皮 我都長了很多疹子 包括嘎吱窩 包括腋下這邊 這邊是因為穿胸罩 因為胸罩會雷 所以我真的了解 我覺得女人真的很辛苦 女人真的很辛苦 我們有時候就是 走穿禮服 連那個新衣服的時候也是很辛苦的 但我 所以我從那一刻 我從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在看每一個女生 穿就是很精彩的衣服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去想說 她這衣服穿起來 穿的過程應該是很掙扎 對啊 覺得我漂亮嗎 今天是Mr.Andy拍攝的第11天 會跟書和跟小康第一次碰到面 還滿期待的看看 會有什麼樣的火花可以出現 然後我們去拍的時候 正好那個時候馬來西亞的雨季 然後就是非常的悶熱 然後現場是完全沒有冷氣的 然後工作人員又多 房子又小 我們每一次就是沒有我們鏡頭的時候 我們只能躲在一個 比這個地方還要小的房間 然後拿一個很像一個什麼 風那個 風扇嗎 不曉得 風扇 風管 反正就接一個風管進來 然後我們就不願意離開那個房間 我就會把裙子撩起來 然後頭髮這樣盤起來 然後就開始吹風 因為太熱了 很像阿桑 然後我 我覺得我比較幸運 是因為我裡面 就是完全是不用化妝 然後頭髮 我為這個細微 這頭髮一下子就剪到耳下 那應該是我有史以來 就長大之後 剪最短的一次頭髮 因為那時候我去的時候還長髮 當然說想要改變一下這個形象什麼的 他說你可以剪短嗎 我這樣 好 對啊 其實我看Andy 我自己看兩次 我沒有看到很多 自己看兩次 但我兩次 我其實都有落淚 第一次我哭得很嚴重 心如出來說 你在哭什麼 說你在哭什麼 我說我可能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 我心裡有很多的情感 我自己的情感 第二次我還是看到流淚 是我看到心如有一個表情的時候 我流淚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看過電影 就是他在 他拿走Andy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在加油站 看著他跟Andy 相遇的那一個地方 我落淚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很殘酷的真實人生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電影當然是 是Andy的故事 但是他反映了很多 很多很現實的問題 是在我們日常生活都會遇到的 我覺得這就是很真實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Andy在於很難的一點是 有的時候我是 有些情緒我是真的會很想放生的去 去不管是痛哭或大笑 但是我覺得Andy 我自己覺得Andy她不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情緒她是壓抑的 她是痛在心裡 難過在心裡 但是她的 她可能只有眼眶 眼眶有一點淚水 但是她其實她的內心已經是崩潰 但是她就是 我覺得我 我希望Andy是一個很優雅的女生 她怎麼樣她都不可以失態 對 她唯一在崩潰的時候就是看到她的閨蜜在 躺在庭時間的那一刻 那個是她可能情緒比較大的時候 對 我一直希望Andy是這樣子的個性 然後比較難的是有一場戲是用慢動作呈現 然後是用我的聲音去當後面的背景 然後我跟我閨蜜兩個人在跳舞 其實那個用慢動作呈現好像還蠻 還蠻有詩意蠻有蠻特別的一場戲 可是現場拍攝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現場拍攝就是元素 然後就是你 你就是在這邊拍 然後也沒有音樂 然後我跟我的閨蜜就開始 兩個在那邊 就兩個就開始扭起來 然後 然後我把我這一輩子僅有的性感動作 我都捐出來了 我都已經捐出來了 對 很性感 而且還扭了不止一次 扭了大概五六次 那個是我覺得 大人成功 我這一場 我這一場戲比較煎勞的一場 男生女生都一樣的 我找到工作 會還你些 你只會說這句話嗎 勾夫公傲人改革不夠量 好像不是真的 但是又是真的 想像家這就是我們未來的家 想像家這就是我們未來的家 我可能夠願意跟你 全家人相親相愛 我是家人 你不開心 一二三 我講越南話 然後要講 要講那個 馬來西亞腔的 越南腔的普通話 然後 其實你在很認真想要去表現 你很多情緒的時候 有時候我自己講那個話 讓我自己也覺得很出息 所以我就必須不斷的要去 說服我自己 然後去催眠我自己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是 其實蘇格是一個沒有太多情緒的人 我基本上我覺得他也不是一個 很有溫度的人 他的溫度也只有對他的兒子 所以他不管接受的再多什麼 他永遠就是 他是很多東西都是他的心裡 從你的表情上面是看不出 他的一些情感 所以你也不曉得他 原來最後是做這樣子的事情的人 把你的錢拿走了 吃藍藥 吃藍藥 藍藥 做自己有什麼錯 我不想在這邊見到他 是你害死媽的 是你害死他的 我覺得在台灣可能大家對變性人這個議題 當然大家蠻關心的 但在台灣大家是支持是尊重的 而且是愛護的 可是在馬來西亞這個社會 其實變性人是會被歧視的 甚至是會有法律上的問題的 所以他們都很隱晦都躲在社會的底層 所以他們很壓抑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 我自己回想起來我演Andy的時候 我覺得我為什麼好像 雖然是在很熱情的國家 可是Andy的個性卻是好像是 就是被封住的 就是像那個語記一樣 對 就封住 非常的壓抑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後來回想起來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拍變性人的題材 那個周遭的環境就會讓我覺得 我不應該這麼的奔放 希望觀眾朋友能夠在1月8號進戲院 看我們迷失Andy 大家好我是李李仁 歡迎大家進戲院1月8號的時候 能夠來支持你是Andy 這是我從英以來第一次演變性人的角色 然後這裡面探討很多人生的問題 他會告訴你其實人生的真實面 並不是那麼完美 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自己反思 那也會希望讓你珍惜你身邊 你愛的人 然後愛你的人 然後珍惜你所有的一切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支持喔 你是Andy